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花心和花蕊部分的勾置方法 花心呢我们采用的是绿色的线 这个花心我们是用手指绕线的方法开始起针 也就是将线在食指上绕两圈之后将线圈带出 左手挂一下线 右手呢我们将勾针从这个线圈中穿入 挑线将线带出 先来打一个结 然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来勾置八针短针 八针短针勾置完成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收线方法 这边呢先将这个线圈稍微拉大一点 以免脱线 然后呢我们先来拉动一下预留的这个线头 看一下哪根线在动 就抽紧这根在动的线向外抽紧 同时另外那根线呢就会被收在整个这个织片里面 好那收紧之后呢 我们就再继续拉动预留的这个线 然后将另外这根线也收紧 这样收线完成之后 将勾针套回线圈 然后和第一针这里呢做一下引拔 这样第一圈呢就完成了 来看一下第二圈的勾置方法 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第二圈呢我们就是要在第一圈的每一个针目上 来勾置短针加针 那一共呢是需要勾置八组短针加针 勾置的过程中呢注意一下 我们可以将这个起始的线头 也一起包裹在我们整个的织片里面 那我们先来完成这八组短针加针 好八组短针加针完成之后呢 和第一针这里做一下引拔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圈的勾置方法 先立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然后呢我们先来勾置一个短针 那下一个针目里面呢勾置一组短针加针 一针短针一组短针加针 这个呢就是第三圈的勾置规律 同样的也是需要一共来勾置八次 我们呢将剩下的七次先来完成 好完成之后呢第一针这里呢做一下引拔 接下来呢是第四圈的勾置 首先还是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先来勾置一组短针加针 那接下来呢在后面的两个针目里面 各来勾置一个短针 这个呢是第四圈的勾置方法 一组短针加针和两个短针 一共呢是要重复八次 先来完成后面的部分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勾一下第五圈 那第五圈呢我们勾置在这个针目的后半根针 也就是挑起这半根针来勾置条纹针 同时呢第五圈我们要做一下短针的减针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还是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然后呢我们先来挑起这个针目的后半根线 加线带出 继续呢再挑起相邻针目的后半根线 加线带出 此时呢勾针上是有三个线圈 绕线一次线带过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短针的减针 那接下来呢后面这两个针目里面 分别各来勾置一个短针 入针的位置呢都是要挑起 针目的后半根线来进行勾置 好这样呢就是我们第五圈的勾置方法 那也就是一个短针减针和两个短针 一共呢是要重复八次 那我们再来看一次 先挑起半根线 将线带出 再挑起半根线 将线带出 勾针上三个线圈绕线一次线穿过 这样呢就是相当于减了一个针目 接下来呢后面两个针目里面 分别来勾置一个短针 好后面的方法呢和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先将剩下的六组花样完成 第五圈勾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圈的勾置方法 先来一个锁针作为起地针 然后呢我们第六圈就是要来勾置 不加不减的短针 勾置一圈 好第六圈呢也完成了 接下来呢是第七圈 第七圈呢我们还是一个锁针作为起地针 首先呢先来勾置一个短针 然后呢我们来勾置一个短针的减针 那这里呢就直接挑起整个针目 也就是两根线来勾置短针的减针 方法呢和刚才是一样的 先来挑出这一根线 然后在下一个针目再来挑一根线 勾针上三个线圈绕线一次线带过 这样呢就是一个短针的减针 那第七圈呢一共呢我们是需要来勾置八组 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减针这样的花样 我们先将这一部分完成 好那勾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先将这个线圈稍微拉长一些 那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花心部分呢 这里呢就形成了一个碗状的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呢是需要在里面塞上一些棉花 而这根预留的线头呢 我们这里呢可以将它先剪断 然后呢拿出一些棉花将它塞到这个枝片里面 那这里呢这个棉花注意一下 我们不需要塞的太满 只是呢让它这个均匀的支撑起来 整个花心部分就可以了 好那塞好之后套上勾针 我们来勾置完最后一圈 也就是第八圈 第八圈的勾置方法呢是八个短针的减针 那勾置完成之后 勾一个锁针 将线头稍微拉长一些呢 我们就断线 那这里呢将这个节点 让它牢固一些 然后稍微留下一小段的这个线头 大约呢五六毫米之后 将这个线头剪断就可以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花心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花蕊的勾置方法 花蕊呢我们用到的是黄色的线 还是手指绕线几针 第一圈呢是需要勾置六个短针 第二圈呢我们是需要做六组短针加针 好勾置完成之后和第一针 直接做一下引把 那第三圈呢我们是来勾置六组 一个短针和一个短针加针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那第四圈呢我们首先先来勾置十个锁针 接下来呢我们在下一针的这里呢来勾置一个引把针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小辫子一样的形状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勾置十个锁针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来勾置引把针 那第四圈呢我们就是照此规律来勾置一圈 好那我们勾置到最后这个锁针链呢 可以看到它和第一针这里呢其实还有一段这样的空间 那为了显得不突兀呢我们这里可以适当的再来增加一组锁针链 然后呢引拔在这个第一针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将这个线头拉长 拉长之后断线就可以 那现在呢我们来整理一下这个花蕾部分 拉长的这个线头呢我们将它用钩针翻到背面去 然后呢在这个背面呢就可以和这个起针的线头将它打结固垫 好固定好之后呢留下一小段线头之后将它剪断 那我们翻到正面来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花蕾的部分 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六个叶片 六个大花瓣以及六个小花瓣呢 我们就全部制作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荷花的一个组装 首先呢我们先来组装一下这个荷花的花心和花蕾这个部分 那首先呢我们是要在这个花心这里呢 粘上这样的半圆的小珍珠 那这里呢我们在花心上涂上一些这种慢干胶的胶水 然后分别将这个小珍珠呢粘在合适的位置 那具体粘贴的位置呢我们就可以参照一下这朵荷花的这样一个位置 好那现在呢这个花心我们粘贴好之后 那需要将这个花心的底部呢也就是这里呢 我们需要将它粘贴在花蕊的正面 看一下这个呢是花蕊的正面 底下呢我们有这个打结的节点的这里呢是花蕊的背面 我们就是这样要将这个花心粘贴在花蕊上面 那这里呢我们是需要用到这个热绒胶来进行一下粘贴 那我们这里呢在这个花心背面打上一些胶 打胶完成之后呢就将这个花心直接粘贴在花蕊的正面 按压几下让它固定一下 好那粘牢之后呢后面我们这个花瓣部分的粘贴呢 也都是从花蕊的背面从这里开始进行粘贴 下面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花瓣部分的粘贴 那我们这个第一层呢首先要粘贴的是这样的六个小花瓣 我们呢先将这六个小花瓣找出 然后呢我们来裁剪一下这个小花瓣尾部的线头 这个线头呢就只需要留下七毫米左右就可以 裁剪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来粘贴这个小花瓣 那首先第一层呢我们是要来粘贴三个小花瓣 直接粘贴在这个花蕊的底部 那我们可以先来排列一下这个粘贴的顺序 粘贴的时候呢我们依然是要用到热绒胶枪 也就是在小花瓣的这个部位 底部的这里呢来打胶 那这个第一层小花瓣的排列方法呢大体是这样 就是将它三等分均分在我们这个花蕊上面 可以记一下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我们就来进行一一的粘贴 在这个花瓣的底部打上一些胶水 好 我们先将这个低层的三个花瓣将它粘贴完成 好这样呢我们低层花瓣粘贴完成之后 可以翻到正面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粘贴第二层的花瓣 第二层的这个小花瓣呢位置就比较好找了 那就是沿着这个低层花瓣两个中缝之间 就这个位置将它呢粘贴在这个位置 每一个花瓣呢都是粘贴在第一层的两个花瓣的中缝的地方 同样呢还是在这里打胶 然后进行一个粘贴 粘贴完一个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翻到正面来看一下 是否是正好处于这个中缝的位置 然后如果有一些歪的呢我们可以随时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好这样呢我们这个一二层的小花瓣部分呢就完全粘贴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这个大号花瓣的粘贴方法 首先呢还是先将这个大号花瓣的尾部线头呢修剪一下 留到七毫米左右就可以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号花瓣第一层的粘贴的位置 那这里呢我们翻到反面 大号花瓣第一层呢我们就不能按照这个两个花瓣的中缝这里开始粘贴 我们呢就要将这个方向错开一点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大号花瓣呢是粘贴在这两个花瓣的中间 也就是这个位置 大体呢是在这个位置 可以翻到正面来看一下效果 那这里呢就是让这个大号花瓣正好呢是在前面两个花瓣的这个缝隙中露出来 这个大号花瓣的第一层呢也同样是需要粘三个 那第二个花瓣粘贴的位置呢注意一下要有一个错开 也就是从这两个花瓣的缝隙就是这里 从这里呢将它粘贴一下 那第三个花瓣呢也就是从这里这个位置 对粘贴在这里 这样其实大家也能找到一个规律 就是这个花瓣呢三个花瓣都是会均分在 我们这个整个的荷花这样的一个圆形的弧度里面 好那我们呢先将这个大号花瓣的第一层粘贴一下 打胶的位置呢还是在花瓣的底部 就是这个位置先来进行打胶 那粘贴好之后呢我们还是可以翻到正面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大体就是这样的 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号花瓣的第二层 大号花瓣第二层粘贴位置呢就比较好找了 也就是在两个大号花瓣中间的这个位置 就是这里来进行粘贴 好那这个花瓣部分呢我们就粘贴完成了 可以来看一下 由于这个大号花瓣粘贴的时候呢 它比较靠下 那这里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松散的情况 如果大家想让这个花朵紧致一些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位置呢来进行打胶固定一下 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叶片部分的粘贴的位置 这个叶片部分呢 那么首先我们也是分两层来进行粘贴 那第一层呢这个叶片部分同样是需要粘在这个大号花瓣 那也就是这两个大号花瓣中间的空隙处 大体呢是在这个位置 下一个这个叶片呢要粘贴在这两个花瓣的空隙处 就是这个位置 以及这个位置 粘贴过程中呢 就可以随时将这个花瓣翻到正面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我们呢先将这个叶片的第一层粘贴完成 那接下来呢 这个叶片的第二层呢 我们还是粘贴在两个叶片的中缝处 我们呢先将最后这三个叶片粘贴完成 好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荷花的整体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已经完成 那接下来呢 如果我们这个荷花想要将它插平的话呢 我们这里呢给大家讲解一个插平的方法 首先呢是需要做一个底托 这个底托呢我们还是用到的是这个叶片的同色线 也就是绿色线 我们先来看一下底托的制作方法 底托还是采用手指绕线的方法起针 第一圈呢先来勾制六个短针 然后将线圈拉长 我们来收一下线 那这里呢这个收线方法和其他手指绕线的收线方法呢是一样的 要注意一点的是我们稍后呢是需要在这个底托中间插入三根铁丝 所以呢这里我们中间要留一个小洞 不要将它完全收在这个枝片里面 好收线完成之后呢我们还是将勾针套入线圈 然后和第一针这里呢做一下引拔 那这样的第一圈呢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圈 第二圈呢是要来勾制六组短针加针 勾制的过程中注意将起针的线头包裹一段 好那我们第二圈完成之后看一下第三圈的勾制方法 先来立一个锁针作为起地针 然后呢我们先来勾制一个短针 下一个针目是一个短针加针 这组规律呢一共也是重复六次 第四圈呢我们先来勾制一个短针加针 然后呢在后面的两个针目里面各来勾制一个短针 那这组规律呢同样是要来重复六次 来完成第四圈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五圈的勾制规律 首先呢先来勾制两个短针 然后下一个针目里面勾制一组短针加针 再下一个针目里面再来勾制一个短针 这样两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 再加一个短针就是我们这个第五圈的勾制规律 同样重复六次 那第五圈完成之后呢我们打一个结 然后将线头拉长到十厘米左右断线就可以 然后呢我们翻到这个制片的背面 起针的这个线头呢我们这里已经包裹住了一段 所以直接剪断就可以 那尾部预留的这个线头呢我们将它穿入缝针 用缝针来收一下线 这里呢我们可以将它沿着这个脉碎的方向呢 锁一针 然后收到我们的这个制片的正面 因为稍后呢我们这个制片的正面是会粘贴在花头的这个底部 所以呢就可以掩盖住 好再锁一针呢我们来加固一下 那收线完成之后呢将多余的线头也直接剪断就可以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花杆部分的制作 那花杆呢我们是采用的这个18号的铁丝 一共呢是三根铁丝 这里呢我们先将每一个这个铁丝的顶部呢 我们将它打弯 那这里呢可以看一下 就是将这个顶部呢向下先来绕出一个弧度来 然后呢我们将它打弯之后 弯折到一个90度的这样的一个弧度 那大体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弧度 看一下这个就是一个铁丝杆的正面 剩下的两根铁丝呢也要做相同的打弯 好这里呢我们这个铁丝杆的三根都已经打弯完成之后 我们就将它穿入这个底托 那顶部这个打弯的这个位置呢我们是要将它放在三个方向来固定在这个底托的正面 好那这里呢我们就将这个铁丝已经将它穿入了我们这个底托 那这个底托呢这个正面刷后呢就是要将它粘在花朵的背面 那也就是这个位置这样将它固定在这里 这里呢因为这个花朵的花头部分太大 我们呢如果先将它固定以后再缠绕花杆呢就比较不方便 所以呢这里我们是先来进行花杆的缠绕 这个花杆的缠绕呢同样的我们是要拿出这个绿色的线 三根铁丝呢我们将它累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形状 那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缠绕一下这个花杆 花杆的缠绕方法呢和其他的这个花朵的方法是一样的 那现在下面呢我们先缠绕几圈 这里呢可以缠绕的松一点 然后将它向上推推到整个这个花杆的顶部 好推紧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围绕着这个花杆向下缠绕 一直呢缠绕到花杆的尾部就可以 那缠绕到这个花杆的底部呢我们这里呢还可以在底部打上一些胶 然后呢就是将它这里固定一下这个底部的线头 那如果我们插平的过程中呢需要调整一下我们整个这个花杆的长度 那我们呢这里就可以直接将这个线头剪开 然后重新进行裁剪固定就可以 那这个花杆顶部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是在这里打上胶 然后将这个花头粘贴上 好那这样呢我们一个可以插平的荷花呢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